那它這個紅燒的味道就是它那種蔥燒的味道 就滿漢全席 滿漢大餐 我就是把當初吃牛肉麵的那種泡麵的那種 那種味道把它抓回來 就以為找幾個日本師傅來 然後食材只要給的最新鮮 擺盤漂亮的眼盤子買好一點 生意就會好 不錯的 真的是不錯的 那我還想說其實走出這支牌路 我不要什麼事都靠獅子 我這麼多年了 我就是獅子 上班你都教她 喜喜 喜歡的喜喜 我喜歡她們 所以爸爸也喜歡她們 就喜喜嘛 我媽媽每一天都要做麵店 今天那時候是跟著爸爸去工作 第一個是打發時間 第二個我父親是真的很愛吃 那以前我們回憶最好的都是 在家裡面媽媽煮一碗牛肉麵 只要有牛肉麵 我們可以連續吃到七天 都不會覺得 就用自己最熟悉的那一塊 找回自己當初 從小一起跟媽媽一起做的那些麵食啊 麵店啊 再把它找到 就拿著日本在做事情那個精神 放在裡面 那日本料理最注重的是新鮮 所以我們在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會先死 如果一樣東西稍微味道的稍微跑掉 或者是新鮮度不夠的時候 我們寧願就把它讀掉了 我自己認為這個感覺 就像我們小時候 在巷弄的那種感覺一樣 跟我們那個當初 在立祥公益的環境很像 我說是不是 把它改變一個模式出來 當然滿多一些 一些從小一直長大 他們出來立祥公益都 到國外深造啦 出國讀書會議 後來聽到立祥公益都回來吃 很多很多一些 過去小時候的玩伴也都回來 還都問我 原本斷的聯絡 對 其實我很多都不記得 我覺得就是一種 一碗麵 一份人情 對 這個感覺 餐廳是我做最久的 也是我做得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國父都十次革命失敗了 我們還有什麼 不能失敗的 對不對 應該倒過來去想 失敗要怎麼不跌倒 要從不清站起來 不怕輸的精神 不要輕看自己 那我們也不要去 認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好好的把一碗麵煮好 老老實實的 去過一個日子 就這樣